画出剑气消灭敌人 这还不简单 那个我可是号称画画鬼才的男人 一到剑气那还不是随手就来 走你 没停 慢于阳 走 什么情况 拜托面弱哎 什么居然敢嘲讽我 你打了我撒 好行 满足你 这回呢咱画一把飞剑 哎我就不信啊 穿透不了你的盾甲 剑气送逢三万里 一剑光寒十九周 真的太适了 哎 有了 你们不是喜欢电邀嘲讽我吗 那咱们这回呢 就画一个电邀小人形态的剑气 哎 有本事啊 你们去消灭它呀 要不然 我也电邀嘲讽你们 这么厉害 还真给它干掉了 好 再来看这一关 这一关呢 让我们画个锤子 打出暴击 九九九九 好说 咱们呢 直接给它安排一个 雷神之锤 周围呢 再画上一些雷电 哈哈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啊 好使不就完了嘛 来 走你 哎哎 居然还差那么点 那没办法了 只是画出这个东西了 看出是什么了吗 兄弟们 没错 它就是比雷神之锤 更加厉害的 暴风战斧 好 有风暴战斧在 这回啊 咱必定能过关 唱好了 玩砸了 浪哥浪哥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哦 这一次你砸出的数字是多少 我们的赞就是多少 小心了哦 嘿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可要认真了啊 出来吧 我的艾坤 哼哼 我艾坤的铁山靠 已经练习失常两年半了 来兄弟们 在弹幕区发送 加油 并掉落全屏的加油特效 咱们一起给艾坤呐喊 这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他的厉害 励不厉害你空哥 你有 嘿嘿 兄弟们 赶紧上赞上赞 搞不搞 我比较花 我的天哪 好家伙 这怎么遇见喷火龙了 这关有点麻烦了呀 不过既然是龙 那咱们呢 就先划一把屠龙刀 哎 看看情况啊 好尴尬啊 这刀有点短哈 那这回呢 咱就给它加长一点 四十米大砍刀 我就不信 屠不了你这条小龙 咱们刚屠完龙 没想到居然还有人 敢上门挑战 你小子胆子不小啊 我爸说了 是个爷们 就应该去战斗 有道理 好来看这一关 保护国王 好说 咱先画一个小人 让国王呢 躲在小人的胯下 然后左手持盾 右手插腰 表出一副 非常自信的感觉 你过来呀 去你娘的 这没想到这刺客 还挺厉害的呀 小人居然都扛不住后退了 看来小人过关呢 还得认真起来呀 那说起保护能力呀 咱家中女老爷子 肯定是榜上有名吧 有他在 国王这次啊 应该能保住了吧 什么 十吨大乘砣 而且头顶和旁边 还都有歼4 这要是不管他 这个人指定得凉啊 救我救我救我 别着急 我呢 给你画一个保护罩 哎 你放心啊 待在里边啊 绝对安全 喂 不是吧 这个人连咱们自己 画的线都不能碰到吗 没错 好 那咱们换个思路啊 这次呢 咱们在右边 画一个小人 伸出一只手 哎 只要咱们接住这个乘砣 小人不就不会被弹废了吗 这不就通关了吗 伥个人 不就不咱们接住这个乘砣 不咱们接住这个乘砣